您自己记得您在片场发过火吗 但跟我发过 跟我发过 我想起来了 第一天拍戏的时候 那导演是 不叫发火 那也不是发火 导演是耐着性子 不对啊 你这不对啊 哪部戏 咱们结婚吧 不对啊 第一场戏 第一场戏 老师没找着劲 对对对 这那一场一过 一马平常 不对 这不对 但导演特别有方法 他就说 如果你要是拿这个道具 你眼神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反正走戏嘛 我们都习惯 走戏大概走走吧 到时拍再来 但导演要求特别高 他会苦口婆心 他看我已经快崩溃了 导演又特别有方法 他说这样吧 咱们先吃饭 吃完饭再来一遍 所以吃完饭我就正常了 就演得特别好 对吧 对对对 导演特别好 吃完饭就正常了 因为我也是 你那意思是 人家没管你饭 你是闹庭剧吗 不是不是 你说你因为一碗饭 都不好好演 对不对 我不吃饭都不好好演 我们也讲了一段 咱们结婚吧 当年的一段戏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 看了会不会觉得 好亲切呀 是是是 非常亲切 特别对 这都多少年前了 我们刘江导演 他是这样 因为他本身 他是演员出身 但是呢 他又给我们 每个演员 极大的创作空间 对 我们一般早上 先磨合剧本导演 对吧 对对对 然后磨合完了以后 我们拍起来 就特别的顺利 而且我们收工也特别早 尤其是像这样的生活戏 对对对 他更得 最后导演来定调 哪个是准确 哪个是不准确 然后我们再根据 导演的要求去表现